直到要告诉您,秃头是现在很多人的烦恼 事实上呢,治疗秃头现在世面上是花招百珠 有些招数呢,听起来是蛮恐怖的 包括有业者说,用针直接注射你的头皮 真的有用吗?我们来听医生怎么说 治疗秃头,许多人不是找医生,而是找建法中心 但大把银子投资真的能让毛囊重生吗? 一针一针往头皮注射,头皮针或是滚针 都是把营养素注射到头皮 头皮吃苦,难道头发就会长出来 只是说可能让一些临床上可以辅助帮忙 比如说一些血液循环,或者是说可能有效的生发成分 再加强让头皮吸收 但是最主要的话还是口服跟外用药水涂抹为主 为了长头发,还有这一招红外光 它对于生发效果来讲,以目前所收集到的资讯来讲 可能没有那么明确 外用内服已有人靠置营养品 以为养分越多,头发应该也会越多 目前没有特别明确说,OK吃了这个多少 然后就一定会生发,那这没有很明确的证据 毛发养分医生表示,其实从食物摄取就很足够 见法花招看着人眼花缭乱 医生还是建议对症下药最实在 更多资讯请参考,台式网站记者,综合报道